之前有很多报道就是说 香港其实已经过了 那个apoint of no return 我们已经不能回去 我们在这个示威前的警惑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香港现在的警察 他们是有绝对的权利 他们可以报答市民 报答示威者 他们还是会得到 那个警察局局长啊 政府啊还有北京政府的支持 他们完全没有那个法律的后果 这个对于一个城市 对香港来说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到现在为止 林郑月儿此时 我看到的民意调查 她应该也看到 所以就是说 她知道香港人是需要 必须那个警察的暴力 得到解决 还有就是得到调查 两个最重要的政府要做的事 就是撤回条例 还有设立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所以呢 现在林郑月儿只做了一半 还有另外一半 对香港人那么重要 还有我们是每天都看到 那个有人被报答的情况 继续出现的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说林郑月儿是完全完全没有诚意 去解决现在的困局了